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看直播之前 来房间里面发现有一条弹幕 就别人都在说开门开门开门 黑屏啊 为什么黑屏 我为什么这边是黑的开门 然后其中有一条弹幕说 聂峰开门我是第二梦啊 可以要空气流海 关键它不是特别乖啊 这个东西 这样好看吗 这里前面有几根头发 你说这人 就说为什么人长得好 人长 这个长相就是 一亿个人里面有一亿个长相 哪怕同一个人 他不同的发型 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 有头发跟没头发 真的是两种气质 就没头发就干净利落 有头发就青春亮丽 我今天早上 我收到了那个 时事工坊 是那个MC MC里面我叫时事工坊的 你们知道吧 长期玩MC的人应该知道 他们做了很多特别大的工程 包括什么圆明园啊 故宫啊 那个 洛阳 对 就是做了很多这种 MC里面大工程的 时事工坊 过年的时候 给我送了一套口红 然后他们 就很多种颜色嘛 然后我早上没事的时候 我就在嘴上涂不同颜色的口红 就发现真的 为什么说你 给女朋友逛口红 你一定要知道它适合哪一个色号 是因为不同的品牌 哪怕是相同的品牌里面 从一号到什么一百到五百号 就是完全不同的颜色 然后你正常男生可能打开了一个口红 比如说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一 五百二十二 五百二十三 螺在一起 你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区别 你觉得这不都是红色的吗 但其实 为什么女生就会仔细地去挑呢 是因为每个人的肤色都不一样 有的人 你可能认为有的人是白 有的人是黑 有的人是黄 但是它白也分很多种白 有象牙白 有乳白 有那个 什么石灰白 有什么 就你知道 包括黄 它也有很多种黄 然后每个人的脸色 它加上它的气质 衬那个口红的颜色 就是达到不同的效果 今天早上我就对着镜子 就抹那种 不同颜色的口红 像我直播的话 我就喜欢用圣罗兰的这个52号 不是广告 这个就能显得我气色好 但我平时很少用这个颜色 我平时一般出门就涂一些裸色 因为摄像头这个东西 它还是有光感嘛 就是你涂一点带荧光色的这个颜色 你显得就是脸色好像好一点 但你平时出门 为了避免太夸张 一般就涂一些淡颜色的唇彩就可以了 我今天上午在家里面 就试了一个纯黑色的口红 纯黑色的 这不叫口红了 应该叫口黑 也是十字工坊 他们给了我一组 就是一排 各种不同颜色 然后 嗯 有些男生应该会喜欢那种颜色吧 不然它怎么会生产呢 大批量生产呢 它一定是有市场的呀 化妆品这个东西最考验市场 最考验审美 什么时尚的这个潮流 啊 喂 喂 你好 怎么会是人的对啊 对啊 快递 黑色的口红 我最讨厌直播的时候 有电话进来打扰我了 但是我可以打给壮壮 他们说你生病了 真的假的 还好 我其实有点感冒 我最近也是一直咳嗽 但是我又没有感冒 就是我一直咳嗽 就好像那个肺里面 有什么东西 然后每天就咳嗽 早上起来 尤其上午的时候 就咳嗽的剧严重 一直咳 一直咳 但其实我也没有感冒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估计 估计你那是因为雾霾的原因吧 有关系吧 你总是出门 我这 其实很宅的我 我也很久没出门了 你真的身体太差了 真的身体太差了 你小的时候 就是各种生病 我一开始以为 你是靠生病 来吸取父母 对你的注意力 但是到了大概 后期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是真的身体很差 虚弱 是 虚弱 的确 感冒 还是比较经常感冒的 昨天 老姐 你说 我给你挑的 那些游戏 你喜不喜欢 昨天挑了一个 那个叫Hidden Folks的游戏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大家都帮我一起找 昨天 昨天就有人过来私信我 还说 然后还在 微博 还在微博评论 说什么 我挑的游戏 什么第一组 什么 什么回事 你还是今后 让你都自己挑游戏吧 什么回事 我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你别立他 总是有这些乱臣贼子 就像三国沙里面的反贼一样 找到之后就捏死 你要不要来啊 要不要来玩这个热血物语啊 可以玩啊 来来来来 我在推出上 给你发了一个汉化补丁 你现在把那个汉化补丁给下上 汉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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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汉化 QQ是吧 对对 把那个补丁 解压到那个Steam的游戏本件里 然后双击打开 但是那个汉化有那个流氓软件啊 你把那个游戏 什么日币给灌了 把那个沟给取消了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APP超好用 叫做Vantage V-A-N-T-A 记忆 不是广告 纯属分享 就是因为平时你很多事情 你就要去记录到那个日历里嘛 然后那个Vantage那个软件 也是一个水友分享给我的 就是它很 它是可视化的 反正就是很炫 如果你们平时有一些 记不住生活琐事的这些毛病 需要用手机来记录日程的话 可以用那个软件 哦 汉化 总体 真的需要汉化吗 因为汉化布丁各种bug 没没没 这个汉化布丁还是挺不错的 我试试了一下 没有bug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 就是超越了托斯亚 托福亚斯的那些词语 所以还是需要汉化的 是吧 壮壮 今天上午给我推荐这款游戏 他说 姐姐 我给你推荐一款游戏 到了热血高校 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它的FC版 现在我们一起玩它的Steam版 然后我说Steam上搜游戏都要搜 热血物语 对 热血物语 然后我说Steam上搜游戏都要用英文 你那个 你告诉我热血物语的英文是什么 他说你等我百度一下 然后过了五秒钟 百度到了 英文名字叫做 R-I-V-E-R C-I-T-Y 我说这不是River City吗 River City这种小学单词 撞着你都不认识 我们两个吵了很久 其实就是好久没有接触英语这个东西了 我就把那个以前学过的英语全都给忘了 汉化补丁 汉化补丁 咱们俩还是什么吧 那个QQ语音吧 我最近生活费捉急 电话费交不起了 拜拜 拜拜 汉化 汉化 哎呦 哦 Steam Steam Carmen River City 谢谢804807519的飞机 谢谢小雪姐姐1020 小雪姐姐给我推荐的那个APP 我打开小雪 等会儿等会儿 我打开小雪姐姐的微博 都是转发的我的微博 哎呀我好感动 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一直守护你 支持着你 哈哈哈哈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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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圆苗的猴糖 小圆唱歌真的太好听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很多观众 过来送礼物啊 包括鱼丸赞啊什么的 都是用的小圆的ID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你们真的特别好 小圆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了我这边准备好了 我给撞着打过去啊 语音 谢谢蓝本加一的火箭 谢谢咱们家蓝本加一的火箭 就是打这种格斗类游戏 我老姐只负责看戏就好了 喂 喂 喂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摘光整理一下 仪容仪表 他这个可以用手柄玩啊老姐 哦好好好 热血物语咱俩小时候玩过吗 玩过 不是热血系列咱们都玩过 你说是不是热血篮球啊 热血足球啊 你那个室友是哪人啊 跟你一起住那个 是兰州的 你现在说话有股兰州味儿 你你怎么知道兰州人说话什么味儿 反正不是赤风味儿 所以我问他哪人 兰州的 他说他说话 还好吧 我感觉我说的是普通语啊 普通语是什么鬼 普通话呀 我说的现在就是普通话 是很普通 等会儿我 咱们俩是可以连的是不是 是可以连击的 好好好 等一下啊 小的时候你记得咱们玩那个热血足球 热血篮球 哇这种咱们两个应用一个手柄 然后如果咱俩一起打电脑的话 每次你踹的人永远是我 打热血篮球的话 这就是咱们玩热血足球啊 然后就咱们两个要一伙的话 你踹的那个人永远是我 打热血篮球的话 你投的篮永远是咱们自己的篮夸 然后打热血篮球的话 屏幕白了 屏幕白了 你说啥没听刚调摄像头没听见 再说一遍 等一下我把我我我把我那个 图像给盖一下 好了现在完整了 你把那个哈花布丁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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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差打开游戏了我调整 我把游戏声音调小点游戏声音有点大 你那个麦克风感觉音效好多了之前跟你连麦效果不好现在声音好饱满 感觉都可以靠声音吃饭了 是吗 对 能以高歌 算了吧